大家好我是小马 今天是干鱼塘比赛的第一天 我们去看一下现在水放的怎么样了 缺口已经打开了 等下还要挖一下 放的快一点 一个缺口 那个灌溉凉田用的水 放到下面就刚好人家有需要种菜的 他就把水放过去 麻烦我们成哥了 不麻烦 这是我很喜欢干的事 哈哈哈哈 我很喜欢干的事 刚好里面两个PK 满足了我 4年 满足了4年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了 嗯 听成哥说他一大早就 到这边过来放水了 对 然后刚刚我也下去试了一下水 看一下 现在已经还不到膝盖那个位置 中间更深 我是踩了边上没有到里面 然后现在的话 等再放一会儿水 如果水还是很多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用抽水机 给它抽掉 但是刚才我看到的有很多鱼 有 你看都看到的鱼在上面跑的 真的我看到有好多鱼 你知道吗 看这一次啊 成哥他要亏了 没事 亏了的话到时候我们请他吃鸭子 吃鹅 哦吃鹅 鸭子都省了 鸭子太小了 我拿鱼换里面的鸭子 呵呵呵 叫不要捅 我再带个捅等一下 不用 不用 带你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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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里有好多鱼 啊 菜花鱼什么鱼都有 咱们东西一点里面啊 哦好嘞好嘞 因为我在附近都看到 看到过好多次 哦 那糟糕了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毒的 我们一来他们藏不藏起来了 哎 大家那时候现在进入冬眠啊 就是这种天 有太阳的时候他会出来 所以晒太阳 哦 所以今天这个这个天气 说不定这个蛇肯定会出来 会怕我们呢 那得那得注意一点注意一点 那个蛇我还不知道长什么样 陈哥 我问一个东西哈 那个下水管是干嘛用的 密道 密道 对 你别跟我说是从那边通到这边来的吧 密道 这是 这是他们约会的桥梁知道吧 哦 所以人家一里要传统接待啊知道吧 这个是流浪之旅一样是吧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那边通到这边的话 那是怎么搞的 那边通到这边两边的水 有的时候 从这边放水 然后从这边流进去 那这边在放水 那边的鱼 那不是从这个 别说 哈哈哈 好 好 哈哈哈 是帮你的知道吧 好 哎呦真的是 太感谢了 哈哈哈 看来这一次赢的话 我赢定了 但是跟大家 开个玩笑的哈 那肯定会堵掉的啊 咱们比赛一定要公平 如果说这样子还不赢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那真没办法 那不可能我从那边的鱼 把我抓到这里面来吧 哈哈哈 对对对 那真没办法了 这不能怪你 快干好了啊 好像水现在少了很多啊 少了一点点 应该还要等个两个小时左右 哦 这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甲鱼 有有有有有甲鱼的 有甲鱼啊 那个时候我哥哥在这条小小鸡道里 就抓到一只三斤多的甲鱼 真的会有的 你能再夸张点吗 真的三斤多算少了 没有我们这边人他不会说谎的 是怎么怎么样 是我们真的在这里抓过了 我前年这里面一只抓到一只 好像是一斤六两还是多少 哇这么大 因为附近 有甲鱼的很多 他的甲鱼走出来之后就变成野生了 哦 就是离开那个鱼塘就叫野生 对啊 他是外面董道就属于野生 哦 懂了懂了 那现在把那个洞 奈河桥给堵了哈 就不要拍吧 堵了 不然的话等于在楼楼的鱼 跑到我这边来了 那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等待着结果